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超 在过去节目当中 经常会谈到生命的境界和理念问题 江山一改 秉性难移 这是人们通常 大家通常说的概念 其实这个词呢 有它不好的一面 因为在通常的情况下 人们会按那种 说这哥们就不知道改啊 这哥们就这德行啊 就是你总是这么个看法 所以它带有一种贬义的 但如果你真的细想这个词的话 我个人觉得它有它的含义 一个生命有它的来处 它的来处在时间和空间的确定之下 就变成了它的独立性 要改变别人的人 就是错误的 每一个个体者 这七十亿人 从他们出生 从他们的生活过程 时间流动就这么走 那地球是圆的 每一个人在他的那一个时间点上 他会占据了那一个地点 经纬度吧 一个交叉点 那个交叉点他站上了 别人就站不住 别人就不可能再站上了 对不对 除非那是怀孕的妈妈酸 都妈妈肚子里头了 那个你只能说 他们是在一个点上 对不对 因为他是一个人 不是两个人 他没出生的 剩下你不可能在一个点上 江山一改 秉性难移 其实从换个角度来讲 他又揭示出生命的珍贵 那不同的境界的生命 面对任何一件事情 他自然是有不同的反应 一个人傻奸傻奸的 甭管遇见什么事 他就一定 你就坐这看着 哎 你来了 又来了 又给机会了 是吧 一个人他是宽薄的 他能在红尘之外的 当遇见事情的时候 他自然会替别人去思考 慈悲不是讲人的 慈悲是讲红尘之外的生命 高过红尘就高过欲望 高过欲望就高过邪恶 他就不会有邪恶 他就不会有利益 他就不会有这些人情事故中 为了自己的德与失而忧而习 那才叫慈悲 慈悲在红尘中的人遇到之后 他会感觉对方伸手做了什么 不求任何回报 牛脸就走了 老子留下道德经 流传到今天 对吧 那骑着轻牛 牛脸就走了 留下这么好的东西 牛脸就走了 佛祖告诉了人们应该做的事情 牛脸就没了 基督耶稣用自己的苦难 去自己承受的苦难 去化解 告诉人们什么是慈悲 当然这是我个人修炼 以现在这个时间点上 能够理解到的很浅薄的一点 我知道有着更深刻更深刻更简单的道理 越深刻的越简单 越简单的涵盖面越大 懂得最简单的道理 你就是个智者 懂得最简单的道理 从哪懂得一个最简单的人中的理 你却能够追溯到你自己灵魂的深处 来处 那边能上多高 这边能下多高 对不对 能 人的话 能伸能去 那你得伸够了啊 它也能变小了 这是我自己理解的生命理念了 所以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红尘中的人 你就会觉得很可怜 因为他跟你是一样是一个人 但他却极端的 以极其极端的手法 在伤害着自己生命的尊严 你又劝不了他 你一劝他 他抽你 你这事怎样啊 网上最新那篇报道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纽约时报 中国与澳大利亚关系升温 却遇到了考验 引渡条约遭到了搁置 李克强去澳大利亚 受到了盛情的款待 结果突然传出消息 就是在十年前 澳大利亚跟中国就已经在讨论 有关相互引渡条约 本来呢 可能是李克强到澳大利亚 那澳大利亚的议会呢 把这个条约最后一投票 就成为 就通过了 结果在这个时候 澳大利亚政府 在李克强在澳大利亚的时候 却不把他放到议会中投票 国会里投票 有他的原因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 2017年 习近平在拿下军权之后 上百名将官都被回家了 这是拿下军权了 很清楚 他最 第二个 最对他具有威胁的就是金融 金融资本市场 金融资本寡头 和金融资本权贵家族与大鳄 能够把他掀成底朝天 2015年 给他一沉重的打击 所以在拿下军权之后 背靠着军队的权力 改变了国家的相应的政府机构 增设了国家安全委员会 和增设了这个国家监察委员会 从这个角度来讲 他要在全世界收回 在过去十年到十五年 在江泽民的权力体系下 跑出去的人和带走的钱 澳大利亚总理在反对党议员 表示不会支持 他所在的自由党部分成员 对前景表示担忧后 取消了就批准与中国的 引渡条约进行的议会投票 取消投票 表明他自己都对这个问题有疑问 那他说这一个做法 具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的公开拒绝 表明尽管中澳关系 在川普上台后升温 但是澳大利亚对中国严厉的 法律制度和人权记录 表示担忧 该引渡条约 中国等了他十年 而不举行批准投票的决定 令中国领导人感到意外 5,000 years of Chinese music and dance in one night incredible groundbreaking a cultural phenomenon a must see experience Shen Yun 导致该协议受到影响的可能不仅仅是李克强的访问 还有冯崇毅一件事情 冯崇毅是澳大利亚的一个教授 大学教授 出生在中国 那他一直对北京打压异议人士持批评态度 那冯崇毅回国去办自己的私事 结果他回去之后 想回来不让他回来了 他拿的是中国护照 他没有入澳大利亚籍 他的太太跟他的女儿是澳大利亚籍 但他拿中国护照 那在澳大利亚有着永久签 永久这个身份 他回到中国 办完事要回来 在机场给他扣 扣了他两回 推特上都是这消息 这件事情影响了澳大利亚批准相互引渡条约 而澳大利亚直接牵扯到 曾庆红的儿子曾伟 牵扯到很多这样相关的人 一个冯崇毅在这个时候回起 被中国的政法委体系当中的官员给他扣了 直接阻止相互引渡条约产生 谁跟谁不玩命啊 没招了吧 如果曾伟 如果与曾伟相关的一些人在澳大利亚 这个时候在澳大利亚 就被澳大利亚政府给保护了 就是王岐山习近平一重大的失败 抓了冯崇毅 就挑了澳大利亚 让你前面所有的工作全作废 谁可以抓冯崇毅 江泽民体系当中原来政法委的官直接就可以抓 这就这么点事了 所以应该是政法委的系统 这个制度在于习近平直接作对 另外一件事情 德国之声呢 国台办讲说 李明哲 这是台湾民主党前社工部的党工 那现在是台北文山社区大学的员工 3月19号 从澳门进入广东之后即可失联 国台办发言人讲说 李明哲涉嫌威胁国家安全 已经接受调查 前面抓了一个冯崇毅 现在扣了一个李明哲 让大家感觉到中国的环境 真正的 甚至比周永康年代会还更周永康 因为涉及到这两个人都是有外国拘留权的人 那作为这个台湾人 他们干脆就是台湾人 他给抓了 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 国台办新发言人马晓光讲 据了解台湾居民李明哲 应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问题 已经接受有关部门调查 目前身体状况良好 马晓光接着讲 来大陆从事正常活动的台湾同胞 他们的合法权益都是有保障的 大陆依法治国 我们不会再对台湾同胞采取人身限制 这点请台湾同胞放心 什么叫依法治国 解释权在您手里头 这就麻烦 对不对 那从事正常活动 什么叫正常活动 解释权也在你们家手里头 对吧 你们家没什么别的样子 你们家的人是高级动物 不是人 离开你们家的 离开你们家的世界各地的正常的人 都叫人 贫富贵贱 他叫人 你们家人不是人 叫高级动物 那你就扯了 那么想让谁死 让谁死 所以这就是 当你把共产党看成是活的魔鬼的时候 你就知道 今天已经完全走在表面上 直接对人侮辱 而凡是在利益中的人 非常心甘情愿 而且内心充满了欲望的满足感 去满足他的侮辱 因为自己还快乐了 灭绝人性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